你不打針的,你自己不情願的,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做 你和商會的代表說話沒有分別的 商家的老闆出來說,其實如果你不打針的,你就去其他地方 我大把人等著做,大哥,現在疫情煎熬,失業率高企 找工作這麼艱難,現在整個政策就是要他為了飯碗而被迫打針 政府搞過疫苗氣泡出來,你根本被人看見是為了釘數 你打一針,員工要打一針,然後每台多坐兩個人 延長時間兩小時,再打多一針,再給你兩個人,再延長兩小時 有什麼科學根據呢?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我想大家要做多一點,員工不打針,你給我講 你整個過程不是遊說,不是解說疫苗有什麼作用 打針如何幫助大家,而是告訴你們 你不打針就有後果,老闆不可以放寬經營限制 員工就沒有公開,沒有飯吃 很清楚,預見集團已經率先出過通告出來 就說你不打針就要停工 口口口聲聲,張家豪就說 他曾經說過有九成員工已經接種了,和預約接種了 後來又改口,又說七成員工接種了 前言不對後語 但我想問一下張先生 到底如果是七成員工的話 有多少員工是你出通告之前已經打針呢? 有多少員工是你出通告之後 因為怕要停工,如你的通告所說 是沒有飯開,所以被迫要去打針呢? 其實你現在做通告出來 你是助就違約 明明政策不合理,要逼人打針 你就多加一腳,找員工去做代罪羔羊 我們讓張家豪講講講 首先,第一,你可能不太清楚 之前的訪問,可能你也有看訪問 是的,我們當時的九成是甚麼呢? 就是打了針,加準備打針,以及準備拿醫生紙 有一成是未決定打針,還是拿醫生紙 首先這個位置,你批評了錯誤 你向傳媒不是這樣說的 九成裡面已經打針,以及預約準備打針 不好意思,我想你尊重我所說的 我再澄清 讓我講完,你再澄清 這我就肯定你自己認錯了 當然,我不跟你爭辯,其實沒有意思 基於這個結果,我們七成員工是住院去打針 因為三成員工真的因為身體健康狀況 他們是打不到針,而是他們全部拿了醫生紙 好了,現在沒有一個員工要停工 沒有一個員工是因為這件事件而炒烤羽 也沒有一個員工被迫要致願離職,而是沒有 反映的是我們公司對員工很願意配合這件事件 為何願意配合呢 說真的,我會覺得作為飲食服務業 你有一個責任 員工與員工之間,你不確保自己自身健康 你傳染給同事 你傳染給同事,同事要隔離14天 他家庭呢?誰照顧呢? 第二,你不接種 你因為你的情況,染了疫,你傳染給同事 你是不是不負責任? 即是說,如果你每次都說,逼員工打針 我只能夠告訴你,我逼他的出發點是為甚麼 我當然為他的飯碗重要,一定是為他健康著想 我們還是為整個社會,為客人著想 你要這樣說是逼的,我反過來問 你小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小朋友 如果你沒有小朋友,可能你不明白 你小朋友有病,你逼他吃藥 你為他甚麼呢? 他說,你小朋友,他讀書 我不想做功課,你逼他做功課 那好嗎? 他說,我有自由,我有自由不做功課 我有自由不吃藥 你逼他的意義是甚麼呢? 我覺得張家豪是在迴避問題 我剛才很清楚問他 有多少員工已經接種的,是出通告之前接種了 有多少員工是看到你將通告被迫要去預約 被迫去接種的 他沒有交代數字 而且有一件事,就是那張通告說明 4月29日之前,未能夠接種的就要停工 沒有公開 即是說,其實你開頭的時候說 我那張通告先用的 不是啊 後來你接受訪問的時候 如果我再做一次,都會繼續用這個字眼 要停工 即是說,其實你是沒有改變 你原有,要員工一定要打針 否則沒有公開這個說法 那員工自不然就感受到威脅 就是說如果不打針,就沒有飯開 會失業,所以要被迫去打針 有些食肆,你認識的 本來很少人打 現在有七成的人都去打了 你又引述一些數字 三個星期前和現在的打疫苗 在飲食業的員工的幅度大增 那到底,你為何會知道他們是自願的 你說他們是自願去打 那為何這些幾個星期以來 忽然會打針的數目大幅增加呢 大幅增加是正正符合了 如果沒有特首所推出的疫苗氣泡的政策 那些人還會不會這樣去打針呢 如果因為這個政策 現在好像旅遊氣泡也好 如果因為這個政策 都是希望多些人去接種疫苗 那是不是自願呢 如果沒有接種疫苗的話 如果沒有了一個群體的免疫能力的話 香港現在的過往這一年來 你知道是甚麼情況 經濟的情況令到餐飲業的壓力是很大很大 我想引述一句 我想跟黃家和的說法差不多 就是剛剛昨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負責業面接種計劃 他就說外界應該思考 政府吹谷打針的說法是否合理 孟少達覺得怎樣 他的想法應該跟黃家和的說法差不多 打了針就有一個好的保護 好的保護就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 聶德權除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還是打針大總管 他就說 谷針有甚麼問題 他不是說外界應該思考 政府吹谷打針的說法是否合理 是否合理 吹谷打針的說法是否合理 其實如果你覺得打針是有幫助 疫苗是有作用的 你就遊說市民去打 你就鼓勵他們 為何要用這些捆綁的政策 現在就是告訴你 你不打針的話就沒有公開 你不打針的話就會失業 變成用飯碗去要脅人打針 這個完全是違背了林鄭月娥 當初引入疫苗的時候的說法 說疫苗是志願性質不會強制 你如果用餵食做要脅的時候是強制 遲回B是不需要強制打針 很多老闆就看到市場的經營環境 但現在一萬八千多間食肆 為了滿足放寬的條件 大部分的食肆都是很少營的 就有很大的誘因去逼員工就範 打完之後會出事 這個假設性問題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是假設性問題 因為已經有26人 因為打完針之後 是過了身的 也有很多因為有嚴重的副作用 而送去醫院的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 為何人們會這麼擔心 不願意去打針 即是你每次有事的時候 那些專家 那些人就走出來說 他們出事跟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是證明不了的 你每次都這麼說的時候 那些人更擔心 現在勞工處也從來沒解釋過 到底如果我 老闆是要求我去打針 出了事 我是不是算因公受傷呢 是不是算是公商有保障呢 蒙兆達 怎麼看現金獎 以及醫療津貼的做法 如果你說作一個正面的鼓勵 當然我們不會反對 但你不要作一些差別的對待 是製造了一種歧視 即是將員工或市民分成有打針的 或者沒有打針的 然後推出一些 在基本的僱員福利保障的時候 全部都要分開做一個差別對待 那就構成了一種歧視 所以這是我們不想看到的 好 我們再找來